星期天在哥本哈根发表的这份综合报告 归纳了800多名科学人员13个月来的研究成果 报告说这些研究成果是迄今为止 对气候变化进行的最全面的评估 报告警告说如果不在2100年之前 逐步停止使用矿物燃料以便减排 就可能无法达到把地面平均温度 上升限制在比工业革命前的温度 高出2摄氏度的范围内 现在温度已经上升了0.85摄氏度 报告还警告说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 气候变化更有可能对人类和生态环境 造成严重而不可挽回的影响 这份评估报告说人类活动对气候破坏越大 危险也就越大 报告还说只有通过国际合作 才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美国之音BOA卫视新闻报道